合并这个范例,那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那一般我们邮寄信件的时候 通常也许你会用那个所谓的合并列印 或者其他方法 可是呢这个资料里面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把邮递区号到楼做切割了 那实际上当然这个切割啊 在放在资料库的好处是 他的可能放的那个容量就变少了 但是问题在应用上面就变比较差了 比如说像有时候ERP捞出来资料 他给你这个东西 可是你要用的跟ERP给你的又有一个落差 就是你要去做后续自己转换的动作啦 那我们要怎么转换呢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邮递区号 也许你在追览的地方 请你把它合并成一个地址 合并过来 也许就是106台北市四维路没有断 54项一直到11楼 OK 那有什么方式来做最快 当然不外乎也许你可以用一个公式来做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用一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对不对 AND 程式 AND 什么呢 四维路 AND 但是后面断 向 None 耗一定有楼 这个是要判断的 所以判断的话你可以知道 如果里面有资料 那你就几段 如果没资料 那你就怎么样 就没有啊 就空置串 OK 所以后面的话呢 请各位把它串串完 这第一个啦 这个我想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说 如何用内建的公式加上函数可以解决 第二个当然我们进阶一点就是说 一样嘛 看能不能按个按钮 全部自动完成 OK 那VBA嘛 或者是说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地址函数 或者叫合并地址函数 它只要给它一个范围 给它这样一拉之后 打勾 全部就好了 这样会简单许多啦 不过这个东西目前是不存在的嘛 只是说你要把它做出来 效率就提高 尤其是你每天 假如经常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第一种方法 应该还是很麻烦的 OK 所以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等一下我们把这三个部分做完 那做完之后也许再延伸 因为你有地址之后 假如说你期望做什么 查询系统 什么意思 因为这么多会员啊 那我想要知道说 住哪里的人 可以搜寻 搜寻完之后呢 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放过去 比如说我想知道说 住中校东路的那些会员 有多少人 他的地址 因为我可能要直接寄一些东西给他们 那你以前的话 你可能还要再用筛询或什么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就是按按钮自动帮你完成 这个观念呢 有点像资料库的那种什么检索系统 这个部分怎么做 我们等一下按部就班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首先的话这个地方 刚刚的部分就是去做那个公式啦 不过刚刚的公式比较冗长 所以这一串 主要是 这个我想应该算是比较基本的 所以我直接把它贴上 直接把它弄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前面这三个不用判断 然后断要判断 所以断的话呢 and一负 一二里面的话等于空的 不过这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叫 isblank去做判断 isblank就是判断说它里面是不是空的啦 如果是空的话呢 那就是也是给空的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这边本来也是用isblank啦 不过后来我发现isblank容易出现问题 什么意思呢 有的时候我用isblank 明明里面根本没有资料 可是它判断却有资料 却会造成问题 后来我发现 我用那个等于空字串来取代isblank 反而后来比较没有什么样太多问题发现 因为之前明明里面是空的 它却出现没有断 多一个断字怪怪的 所以后来我把它改成这样子 然后全部执行完 那当然就是断向弄 号不用 为什么 号一定会有 一个地址里面呢 一定会有号 所以号不需要判断 号的部分直接什么 h2and号就可以了 然后楼要判断 如果它底面是空的 那给空字算 反之就是给几楼 OK 按打勾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向下填满 我们可以把最后的地址给做出来 OK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把这个等于空字串 改成那个什么isblank 那个函数的话 好像会有错误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用公式把它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把它改一下 也许把它清除一下 这个范围 那当然最好 最快的方法 就是本来旁边就有个按钮 按下去 它会自动帮我把所有的地址 一下子全部合并出来 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会怎么样 按下按钮就可以了 我想应该每个人都会按 只是说 怎么去写按钮后面的东西 可能比较难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也许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这个VBA 这按按钮 第二个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呢 可以在使用者定义里面 找到一个叫地址函数的 OK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当然这边有一个罗布尔坑 邮递区号 城市 街道 断 不过你会选的之后 你会发现喔 好像虽然应该是比刚刚简单 可是呢 有个问题 什么呢 好像必须要点很多个耶 这样有点没效率 所以等一下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方法 不要用什么 一个一个的 最好是怎么样 我就叫一选就好了 你不要这么多 里面这么多参数啦 你一个就好了 叫什么地址范围 给我一个范围 那种选的 前面好像有讲过嘛 对不对 有印象吧 我有特别强调 就是怎么去做 只是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啦 只是说应用一下 因为用选整个范围一定是最快 所以这个当然你如果不用范围也一样啦 可是花的时间当然会比较多 一样点两下 自动全部都填满了 三种方法 OK 那不过第三种方法 这个可以再简化一下 简化成什么呢 不要这么多 你就干脆给它一个范围 选一下就好了 这怎么做 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从按钮的 按钮部分下来看 按钮的话呢 也许我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地址清除啦 我想各位这应该比较简单 那清楚的范围 我前面讲过啦 应该就是 For i 等于1到A1向下侦测 的最下面一列 OK 然后呢 把追栏里面的资料 等于什么呢 等于没有东西 这样就清空了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用range range从这个储存格 J2一直到 J的最下面一列 把它怎么样 点clearcontents 也可以清除掉 两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地址清除部分 那这个应该前面都写过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那怎么样去清除 地址清除 插入一个程序地址清除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什么 For i 等于 第二个列 有没有 从二列开始 到最下面一列 用A1去侦测 把它的 这个是K欄 应该是J欄 把J欄里面的资料 清空 NAS 不过 这种清空的方式 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删除 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整个范围清除 这个整个范围清除 是什么 把J里面的 J里面的资料 把它做那个清空 那怎么 J欄里面的资料 就是 这个这一行 range 一样 刮呼 J2 我们用自传的方式 到J的最下面一列 可是最下面一列 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啊 特别注意啊 以后你可以用这个技巧 and 最下面一列 用A1去侦测 这样也可以 它会把 侦测之后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帮你塞到这个 J后面这边来 比如说 J后面假设是100 它就是自动塞个100 在下面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个范围 这个范围也是变动的 后面加个点 clear contents 是把里面内容给清除了 所以你如果打完之后 一样 点下去 打个C CL clear contents 就出来了 那clear contents 跟clear 最大不一样就是 clear是清除 内容 格式也清除掉了 OK 就全部清除了 那这边我们是用清除内容 清除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内容就清除掉了 再来的话呢 地址部分 那我们要怎么撰写 基本上 我需要 做什么呢 做那个 其实最后需要怎么样 把最后的结果 直接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当然一样 forA1等于2 到最下面一列 输出一样是J 那可是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 这个地方 我需要怎么做 才能刚好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串在一起 全部串在一起 前面好像有印象 文字游戏那个范例里面有 会多一个变数叫S 或者是说好像在那个数学函数 那个部分也有讲到 就是会多一个变数S 这个S的主要目的是暂时存放什么 存放你要存放的暂时片段片段的 那个我们的资料 那我这边有个S S等于什么 S等于这个放进来 这个放进来 这个放进来 那段像弄 号比方楼 这几个要判断 所以会多一个if if的叙数 if里面的资料呢 如果空的 那我就不串了 可是如果有 那我就串几段 几项 几弄 然后几楼 OK 那程式怎么串写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很多地方 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结果好了 OK 最好是你可以自己在 把逻辑想一下 从头到尾都写得出来 那恭喜你应该没问题 OK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细 这个应该没有 NAS 那我这边多一个S 去串什么呢 串 我是用直接看的 串什么 B栏 所以B栏是写成这样子 AND C栏 AND D栏 所以先把前面三栏先串在一起 然后再来怎么样 1 2 3 断 像弄号楼这些要做判断 所以呢 如果我用什么呢 1栏 1栏里面的话是放那个 断 OK 不等于 特别是说 这个叫不等于空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里面有资料 比如说1 2 3 4 那我就把S再串什么 SN的 它里面的东西加个段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如果没有那就跳过了 所以 我这边用的逻辑是不等于空的 因为如果你等于空的 你变成要在Ls里面加上几段 那如果等于空的 那中间那个 感觉怪怪 所以用相反逻辑 不等于空的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断 像 None A号不用 所以号直接怎么样 S等于S自己本身 再串几号 几号因为它是放 号是放H栏 所以你可以看到 H栏是号 然后再来就是楼 全部串完之后,再把这个S里面串的东西丢到J栏里面去输出 这个可以当成一个范例,以后你只要需要一直串,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如果中间需要判断的话,那你就加F,N的F就好了 后面就是这个中间是加一个什么逻辑 这种做法都固定的,以后你们也不用对它太恐惧 你们现阶段需要学的,第一个就Ctrl C加Ctrl V 这绝对的,因为你们应该很熟,应该不用我教 你们需要学会的就是说修改哪个地方变成你要的这个程式 所以我这些程式都是给各位当范本的 因为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人那么厉害 一次可以从头到尾打完的,这个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教了这么多年了,我慢慢可以理解那种你们现在的困境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同学,白天上班都很辛苦 来这边应该想要最好是有现成的,OK是最棒的 所以我就尽量给你们,就是你们可能需要的 而且可以在你们工作上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 我就不讲太多理论,至于你要知道更多理论 坊间书籍太多了,每一本你反正买个几本回去看都看得懂 但是很多人是看得懂,但是做不出来 我现在给你们是,我已经做出来东西 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有些细节请各位自己再去翻书吧 这样比较节省时间,好,再来的话呢,我们这六番已经 其实应该这些都不陌生了,前面都做过了 for,跟那个串接,然后逻辑判断这些,最后输出,OK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验收一下 按下去,全部做出来 当然,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我是建议的,你干脆在你比较不熟的地方,设个中断点 这个中断点做什么呢,当它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它会先停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去观察变数,比如说S现在里面5,表示它里面没东西 按一个F8,你会发现,游标再放在S里面 它会出现104台北市四维路,有没有 然后你再去判断,像像里面有,再串一下,那你会发现 S里面呢,就变成四维路54项,有没有 这个变数不是一直一成不变,那它的运作流程 因为你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东西,因为它太抽象了,那怎么办呢 请各位配合什么,中断点,再加上F8 慢慢慢慢的去看程式 如果你OK的话,记得的话,直接执行 记得把中断点取消掉,直接执行,它就全部跑了 不然的话,那个中断点是什么,跑到那边停住,跑到那边又停住了 这个方式我觉得可以帮助各位理解程式的运作流程 如果有错误,你也可以马上修改,而且它程式还可以倒车 OK,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清除跟增加地址的VBA程式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来讲解有关这个插入函数的时候,地址函数这个部分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那怎么做出来 可是我们应该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个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可是你一定会觉得太琐碎 所以我们需要把地址函数改为后面也许加一个范围 地址函数范围,这个范围跳出来就是一个范围,一选结果就出来 最好,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看看,先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在程式码里面也有这些,地址清除 等一下再来看地址函数部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地址函数呢,两个部分,一个是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的给 一个是给一个范围